喂!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集的球迷直播室 今天繼續有我Gary 在這裡 亦都有這邊的Patrick 在這裡 嗨! 喂!Patrick 我們不知不覺 上兩集已經回顧了18隊的英超球隊 18隊啦! 剩下兩隊 大家都猜到哪兩隊 沒錯! 剩下兩隊 當然我們就安排他們 在這個組別叫做全力增標組 可以這麼說 英超我們經常說是Big Six 其實我想由上季開始 Big Six都已經可以再分為 裡面還有兩隊叫Big Two 即是好像已經變成西甲那些 西超就一組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的分數真的跑來太遠了 另外一組 下面那組是欧聯席位 之後就是中右 下面那四隊 現在要闖入上面那兩隊的區域 似乎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之前說過 另外四隊 車路士、熱刺、阿仙奴和萬聯 表現都有高低起伏 但接下來這兩隊 當然就是萬城和利物浦 全力增標組這兩隊 其實今季的起伏真的比較小 他們鬥減少失誤 鬥那些細節上面 誰做得好些 強強對碰的表現 誰可以佔上風 他們的責望就是這樣 而不是說 他們是正義求精的 所以我們將他們兩隊 放入全力增標組裡 你說他們沒有缺點 又騙人 又怎樣 對對波都有優點又缺點 只不過他們將他們的缺點 可能隱藏得很好 或者是將他們的優點再放大 去蓋回決點 當然也是因為這兩隊的資源 足以令他們可以這樣做 所以給大家的感覺就是 哇!這兩隊都超級 而看出來的成績 又的而且一個蟹 這兩隊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可以說是帶出了出來 沒錯 沒錯 對 但是這樣說 剛才你說的 本身資源很貧 很強 還有怎樣去掩藏自己的缺點 不如先說一下排第二位的萬成 最終排第二位的萬成 其實 哥迪奧納這個踢法 其實都由16年的球季 一直到現在都已經是整整四個球季了 一直都是這個踢法 其實當初是第一季來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聯賽只是拿第四 但是也都已經是隱約見到端額 就是今季甚至上季的踢法 也有些其實都是想去回 第一季來到的時候的萬成 那個理念和踢法 最簡單就是那兩閘縮進去打防中 我想今季是見得最多的 在萬成的陣中裡面 大家想著他收購那些什麼民敵 機獲家那些 就是兩個本身 一個在摩納哥 一個在熱市的時候 都是打到上翼位 甚至要打到翼位 落到底線 那些 那些奧納來到 還不是 他當年在巴塞也是 右邊是丹尼亞維斯 左邊是佐迪艾巴 那時候 就算不是佐迪艾巴 再之前 我忘記了那個是誰 好像是 也是的 類似 就是佐迪艾巴 對 就算是艾比道 那時候 也是有一定的佐功力 所以 大家 開頭的時候 會覺得 這兩個 再加上前面 有史達寧 馬列斯 潘尼亞維斯 等等 再做蝶瓦 功力 本身已經夠強 再強一點 誰知道 原來來到 哥德奧納 將他的層色 又再玩一玩 你知道哥德奧納最喜歡的是什麼 就是 由於是有一間屋 你擺好架子 每三個月就轉一次 就是喜歡收拾一些東西 哥德奧納 就喜歡收拾戰術版 有空又轉一下 這次他轉 就將兩隻閘 反而收回到中間 前面開 反而是多了 就算你說是中場 放在中場中的 可能你說 迪布尼也好 或者有時候 可能 上季 或者今後都曾經試過 放在貝拿道斯華 在中場中做 中場中做 跑哥也好 但進攻的時候 都會喜歡拉邊 但是 防中間就是那兩隻閘 其實他這個戰術 那個用意都很明顯 就是想散開 圍著對手 圍著 不斷轉方向 不斷拉散對方的防線 找些空空位出來 對 今季真的特別做得多 但為什麼今季已經是更加接近 哥迪奧納理想中的模式 但成績反而不進則退 就是要講一下 就是萬成今季的收購方面 好 轉會那裡 首先當然 剛才說到 甘賓尼 在上季的季尾 就來了一隊 有什麼中堅是收購了呢? 哇 他根本沒有收購中堅 是沒有收購中堅的 對 今季沒有直接去填補甘賓尼的位置 不是 有一個新的中堅 是 誰 廢南甸奴 正式做了中堅 我以為你說的是日本那個 哈哈 不是 今季真的 廢南甸奴是打中堅多於防中 是啊 今季 本身也是一個防中 剃工來的 吞下去打中堅 是啊 就是剃奸 剃奸 本來明明他開日頭的 日頭那間 現在變成 駕駛夜晚 駕駛夜晚 變成 駕駛夜晚 你不用了 是 所以這個位置就削弱了 即是叫做 不穩定的因素多了 是不是 好了 接著 離隊的還有一位 叫丹尼路 其實他一向都不是一個主力成員 沒錯 但是他是一個輪換的 所以就離隊了 這個位置也有收購到 沒錯 有收購到的 簡歇路 對了 這個簡歇路 就用了6500萬磅 一個 本身是祖倫達斯 是打正選的集位球員 有個是打兩集 但是 正常照計 萬成離隊的丹尼路 來了一個簡歇路 應該是實力有所提升的 但是結果呢 簡歇路 其實今季的比賽裏面 上半季出場都比較多 但是去到季中 大概11月左右 開始 哥力奧納就已經不是經常派 簡歇路上陣了 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都要適應 即8、9月的時候 都不是太多上陣機會 後備出場 10月的時候 開始多了 但是到了季中的時候 又好像收一收 那樣 簡歇路 他對簡歇路的信任 似乎都不及 踢的卡爾獲加 左邊的無論是新增高 甚至就是曾經試過 出過這個 對利物浦的一場 綁收大戰的安祖連盧也好 簡歇路都 兩集都打得很強 但是竟然今季參賽的次數不是太多 即是反而簡歇路 你說在季中 或者後段的時間 都有出場機會 但就已經不是打右閘了 反而是甚麼 就是打左閘位那裏 那其實他打左閘位 你說是否不行呢 又不是不行的 他本身都可以客串 即是兩邊 兩邊閘也可以 但打橫也可以 右邊居多 左邊說 不夠人的 下串下串 下串 也可以 但是當然 你說如果要比的話 即是 有些球隊 反而會覺得 簡歇路其實反而比文迪還好 左邊的 穩陣過 但你嘗試下去 你不可能是 這樣 除非你完全改造他 在祖恩達斯的時候 也有上季 前一季也有試過 兩邊閘都打過 所以呢 就帶出了一個問題 原來簡歇路來到之後 是填補不到萬城 慢慢浮現出來的漏洞 就是那個閘位的球員 卡爾獲加斯 還好 左閘那方面 剛才提到 無論你剛剛提到的文迪 新增高 新增高 來了隊的 安組聯盧 到三個都不是穩陣的 左閘球員 其實這個左閘的問題已經存在了很久了 文迪你想想 由摩納哥 即是叫做 開始打起了的時候 到現在 即是17年來到 都已經三年了 三年他有哪一場好球 真的沒什麼 之前還要 頭一季還要是雙多球 即是他 頭一季那時候 2018 整年是最幸福的球員 出了 不知道多少場有人數過去 全世界盃都拿了 全世界盃都拿了 對 最幸運的球員 即是這個位置 基本上 到 連續三季都已經是一個問題 但 你可不可以說 歌仔奧南無精刺 我相信他不會完全無視這個問題 他也有繼續給外星的文迪 或者有時候是新增高 輪延 即是新增高 其實上季也很不錯 即是那時候 就是一個阻集他 甚至乎是 表現更加在文迪之上 但今季很明顯已經失準 沒錯 跌得多厲害 那麼 沒有新增高 季初 即是頭半季 你也還有一個安祖年牢 回購回來的 誰不知都是覺得 這個反而 其實呢 就是 手上手下 很勤力 但是 你說在曼城 他又好像有些格格不入 所以下半季都是要 借走 去RB 還是買 暫時應該是借的 不過有些賣金條款 那類型 你剛才說過這幾個球員 其實都在今季的賽事裏面 都 有些比賽都顯示出他們的不足 文迪當然就是 最近期 一比二 有些比車路士的場球 都擺烏龍 其實 大部分的時間 你看到他有出場 他那種操之大業 還有 上到他左閘的位置 看到有人過來 趙甲板散個球出來 就非常之 不是很哥迪奧納的足球 另外 新增高 他失準的賽事 當然對修咸頓出場 輸0-1 中間自己 無故扭掉 另外 就是剛才你說的 安祖蓮奧 他在曼城 我想最大的問題 是那個 級數未達到 始終在曼城 裡面 只是出球 只是勤力走上走路 好像不是很舊的 是不舊的 有時候 去到邊線 你怎樣跟史達寧配合 那些才是 最要求這一點 就是現在的曼城裡面 以及在哥迪奧納 對 他出球漂亮 但問題是 在哥迪奧納的體系裡面 出球漂亮 完全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要適當時 要收回中間 再幫忙做一下球 幫忙封一下球 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沒有變化 即是 他那個級數 就不足以 在曼城裡面 有一個集位的正選 沒有辦法 即是我覺得 如果你說 如果在哥迪奧納 如果他真是 在現金來說 他的左閘 真的要適當他使用的話 我 我會覺得反而有一個 即是少有的一個 誰啊 喊喇叭 哎呀 喊喇叭賽 現在正在喊喇叭賽 他沒有機會了 喊喇叭賽 當年他也是 教拜仁的時候 將喊喇叭賽 改造的 又是喜歡有空 又打在中間 中堅又打 那時候喊喇叭賽 最主要是阻襲 阻翼 就是 喊喇叭賽 當然 你可以說德甲 拜仁 在德甲的時候 呼呼悶語 但是 亦都同樣地 這個時間 給喊喇叭賽 好好地真正去 了解 他手下的那班 那班兵 以及你要他怎樣做 或者改造他們 也有時間 喊喇叭賽 你看到現在 已經是一個獨當一面的球員 我覺得 如果他跟回 喊喇叭賽 撇除了你說他要適應英超的風格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說純粹 現在看實力 以及哥德奧拿 本身的體系 他是適合的 是啊 那來季的轉彩 我們可以稍後再說 因為類似的位置 其實已經 差不多確認了一個 OK 那麼 閘偉那邊 剛才就說了 後防線那邊 其實實力不進則退 反而就是差了 另外就是 另外今季也有一個收購 就是 諾迪高卡斯簡迪 是 來自馬體會的 一個防中球員 這個收購 開頭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嘩 這個收購 不錯 我當初也覺得 挺好的 買這個 哥德奧拿 還要在西班牙找兵 這個眼光 應該也有 應該也有一些保證 還有 諾迪本身 你近些去季 你在馬體會 或者再之前在維拉利爾 都已經證明到自己 是可以在高水準的賽事 立足到 還有 他打這個位 更加 你特別在馬體會 更加釋放了 沙倫尼股斯 這樣可以是 很多時候 蓋上去 甚至 你說高基 雖然說 近幾個月開始 沒有之前那麼囂張 但是 有他在這裏的時候 高基都舒服了很多 所以這件事 會覺得 嘩 萬成 特別我們已經說了兩季 至少兩季 費南 Dino 那個 退化的問題 更加已經不可以 長長都出去了 就是 但是 我們從上關開始說 左閘和防中 是一個 這兩個是 萬成最急切 需要去增兵 去改善的問題 這個 我們貴昌的時候 看到 光德羅娜終於做事了 好啊 做得好啊 但是你又覺得 他來到之後怎樣 真的 其實 他的用意 剛才你也說了 都很明顯 就是直接 接到 費蘭丁奴班 是 但是如果 以 諾迪和 費蘭丁奴 直接的比較的話 那麼 諾迪的表現 就似乎 仍然 到今時 都好像 還未適應 英超的節奏 那樣 包括 那個轉數 那個速率 和那個硬正的程度 往往 你看到 他比較 你可以說 自由 或者叫盾 他就 似在那個 防中 位 話題會 懂防中 就是 不用做多餘的事情 做些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 就 那些 站在防中 位 就不需要太多變化 他比 費蘭丁奴差一點 費蘭丁奴可能 在那些 中場 轉手 為攻 突擊 反擊 時 可能 法蘭丁奴都還會 想多一重 派哪邊 哪邊 快哪邊 有好處 但諾迪似乎 這個火候差一點 是啊 諾迪 你看到他 就算 他上腳也好些 他有時 上腳之後 就未想定 下一步是怎樣 可能你在西甲 可以容許你這樣做 你喜歡給誰 或者交後交前交錯交由 至少這些最重要 但問題是 英超 我們經常都說英超 為什麼 因為夠快 還有就是 那個體力 就是那個體能 也是 講究的體能 也很講究 就是 你拿著球 其實你基本上 還沒準備拿著球 要想定下一秒 要怎樣做 就是 諾迪就沒有這樣 第二 第二就是 那個站位 等於不同你在馬替會 不同你在平時 聽歐聯 歐洲賽 雖然那些都是高水準 但是 速度相對地沒有那麼快 就是你 可能已經站在那個位 已經看清楚 很容易看清楚 對方的報復陣是怎樣 就是 進攻球員來到的時候 怎樣怎樣 但是英超是你站在那裡 轉個頭 明明剛才 說要看那個 為什麼 為什麼又走到左邊 就是 太快了 已經是 不是說 他平時 在 無論在西班牙 或者踢歐洲賽的時候 這樣的速率 沒錯 所以 變相 重要就是 加上 拿破格達 在貴中的時候 曾經有五個月的相出 所以 費蘭丁奴 就經常要走下去 打中堅 加上 本身的奧達文迪 甚至 史東斯 都不是完全得到 哥德奧納的信任 是 史東斯 已經是徹底冷工 徹底冷工 我看過 今季都出了17場 其實 如果 以當初 哥德奧納買他的時候 應該不止 應該出38場 對 我想 可能 他應該 應該 根本尼已經有腦有傷 可能 找他 簽他 慢慢 在他身邊 學習 接他班 但問題 這個人 進步幅度 完全是 比想像中 完全跟不上 所以 所以 防中 位 後防的位置 無論是哪裏 中路後防 實力 都似乎 比上季 稍稍下降 萬成 可以說是今季和上季的分別 除了防守方面 還有進攻方面 還要提一提 是 利來 桑莉 基本上 全季收了 今季白豆人工 但是 最後 走了去拜仁 是 放了一年假 可以說 萬成在前面少了變化 因為 你沒有了桑莉 還有 有些球員 上季 打得比較銳利 今季都掉了 例如 半拿到施華 這個是 今季 我比較 可能會覺得 有點失望的球員 雖然我 我 一般的 但我挺喜歡 這個球員 上季 他是 打中場中 你說他是 打一個 跑狗 打進攻中場 他又可以 交到功課 後會上入攝 那一刻 做到事情 打邊 周不適拖入中間 甚至 他那些 禁區角落在四十五度 打入他的盲眼位 很多時候都成為球隊入球的套路 但是 今季 這個葡萄牙 國腳 好像 狀態長期 都好像 頂了 都是 平平 不要完全 低沉 但是 不是 不停 不停 那樣 我覺得 貝雷道斯華 上季和今季 爭的 就是爭個火 爭個火 上季我們很記得 就是 這個 聖誕快車 最後一場 就是對聯盟 那場 那場 就是 進攻防守 也是非常 那場 好像 跑動 是破紀錄的 不知道多少km 是啊 所以 令大家覺得 又好球 又有鬥志 又有火 進攻防守 還有技術 但是 今季 貝雷道斯華 很多出場的場合 都感覺不到那種 火 好像你所說 推路 拖路 還是禁區角 沒有下一步 沒有其他事情 還是一種 又是 已經被 出來 又是 第一次被 再給他 努力 更快 今季的 柏小·布里奧斯華 非常難以為 這些情況出現 不明白 為什麼哥迪奧娜不能夠保持貝納道斯華這麼好鬥志的心態 今季很明顯是在心態方面平容了很多 你說是否贏盡了所有事情 那又不會,你始終還欠個歐聯 都算是儲齊了 你應該還有些鬥心,真的不明白,看不透 所以在這個球季中主力的球員 阿古露、迪布尼那些全部都能保持 迪布尼也是今屆的助攻王 甚至你看他最後一場對洛逸志 第一個軟射,右腳錯左腳,左腳錯右腳 玩些細哨式假腳,但又四人 雖然這場球大家可能沒什麼留意 不過有機會大家可以看看入球非常精彩的入球 最後他有多少個助攻? 迪布尼最後的... 好像20個 迪布尼最後的英超助攻數字有20個 剛剛好20個 剛剛好20個 入都入了13個球 其實今季的水準比上季更加提升了 迪布尼可以說是 所以我不是就是之前... 不知道頭兩集的時候 我不是就說 為什麼英雅人足球先生不是他呢? 為什麼什麼? 為什麼足球先生不是他拿呢? 因為他拿不到冠軍 就是... 迪布尼也是好 大家不要陪伴 問題就是... 論個人表現來說 真的像是迪布尼會更加好 數字上 以及他的表現上 特別... 他這麼高水準的表現 他最難得是維持到的 即是沒有什麼大打下去 你看到有些球員可能是季昇好 然後季昇好 季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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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長期屬於高位 是啊 沒錯 所以迪布尼就有點可惜 但是今季萬成 整季的進攻 都是... 可以說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發電機 一向都是 另外 進攻的阿古路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跌勾 因為其實 上季 你說他21個聯賽入球 今季16個 但是今季 季尾的時間 阿古路也很傷 其實已經出了24場 24場入16球 其實是一個很高水準的 很高水準的 這個就是一個真 入球機器 是啊 當然 只限球會 只限球會 哈哈 史達寧也有進步 今季入二十個球 二十個入球 竟然在史達寧 我們經常說他的賣門差 大加 是啊 但是今季有二十個入球 個人的身高 所以看得出 其實 萬成在他們主力的球員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跌勾 甚至表現有些提升 但是旁邊的人 尤其是後防的位置 實力有點削弱 以及表現也不太好 比上季差了 還有一個心態 我覺得整隊萬成的心態 都沒有上季那麼強 這麼渴望奪得英超 利物浦贏這麼多場 我一定要贏這麼多場 我和利物浦差一分 最後十三場我就全贏了 今季不是的 今季的萬成 為什麼好像沒有了這個 貴中 2比3輸給狼隊 輸這些球 你是想不到 覺得 萬成為何踢落 好像跟水晶谷 為何跟狼都不是差太遠 搞得狼隊好像很厲害 今季是有些比賽 就是這樣 就算你看到今季 萬成失分的機會 牙煙率是高過利物浦 你見到 特別是對著 反而是對著中下游球隊 你那些水晶宮 你那些修咸頓 浪隊 即是中游 浪隊 這類型的球隊 甚至乎 他守場環塞克 諾碧智 都是惹了東西 你見到特別 水晶宮 他主場的水晶宮 反而他領先人2比1的時候 反而是被人扯回頭 沙下一個已經足夷 玩到你這套奧房 不像人形 你是不夠他修 終於被人追回 逼和2比2 那一場 我會覺得 嘩 這是萬成 不是應該 爭冠軍 好像臨尾 特別是 很多時候 球員的心 但 好像 爭取不到 到最後那一刻 很容易 到臨尾那段時間 是很不集中 或者是 就算輸在球 有時候 好像 沒有什麼 提不起勁 那樣 對 另外 你說提不起勁 這件事 在比賽中 攻守權行輕重 哥迪奧奈 好像不是 摸索得不得心應手 簡單來說 就是 整天的中場中 好像 不夠人搶球 你擺出 筷子 擺出來 擺衛斯華 也好 迪布利也好 但中場中 好像不夠人搶球 好像不夠人搶球 當別人打反擊 或者 當別人進攻 你發覺 在中路 倒塞 別人的入線球員 好像不夠人 好像不夠硬 好像 今季的 哥迪奧蘭 摸索 在比賽上 或者出場的排陣上 其實 有很多的賽事 都很值得 斟酌 如果說近期 近期 對阿斯利 正想說 這場 就等於 你又想出 單房中 他沒有問題 你可能看進取 但問題 單房中 你找了一個 搶節力 不是很強的 跟道簡 跟道簡 就算今季 我也覺得 他的表現 都是一般 老實說 已經沒有了 當中 或者剛剛來 曼城 那時候 表現 那麼出眾 那麼Sharp 今季 也是 比較黏 但是 你找他打個單房中 再配上兩個 一個是戴瑞斯維 一個是迪奧尼 兩個都是 不善於防守的 反而被人 容易打個反擊 就是一下子 很容易刪穿了 或者一個過頭 波 已經過了 所以這件事 是 慢性 包括一個防守 中後常防守 除了 因為你本身 你的中堅本身 都已經不穩陣了 對吧 你沒有了金賓尼 你又沒有再去收購 任何人 你還找法蘭丁奴 去踢這個串營 的後衛 好了 到法蘭丁奴沒有出的時候 你就索性 又提升了一個新子 出來 這個艾利加西亞 在季尾 那時候特別重用 但是 很明顯 這個年輕人 暫時都還未夠過火候 可以 在這個一隊 那裡 佔一席位 但是 哥特奧娜就很喜歡 在比賽中 給一些機會 給一些新人 那就賠償了一個 即是 落敗的代價 OK 好啦 其實 最後 我想說回一點點 就是 為什麼好像 萬成的後防 或者那個防中 突然之間 好像多了這麼多壓力 要受 其實 可能也跟這個 英超的大小 或者是聯賽其他 各隊 戰術越來越著重 從後場開始 拆球上來 其實是有些影響的 甚至你可以說 英超今屆的改禮 其實對萬成也有些影響 當球隊 那個改禮就是 在龍門可以開禁區 裡面的地球 給自己隊友 那就變了 其實 迫搶那一隊 變相是難了 是沒有那麼容易 即是他們要覆蓋的範圍 要連大禁區也要覆蓋 禁區裡面也有 是的 那就變相 當越來越多的球隊 從後場開始組織 而前場 迫搶越來越難 的時候 萬成的中後場 和邊奧的防守球員 的防守流動 就開始慢慢浮現出來 就是因為 別人的組織 做上來 是更加 不是立聯一腳 調上來 是更加有組織性的 把球運上來 令到萬成的前場 迫搶相較於利物浦 其實他沒有那麼強 可以這樣說 所以 在這方面 萬成也虧了 大勢使然 可以這樣說 講到萬成 最後也要說一件事 有什麼關鍵的賽事 令到他們 分差已經是歷史性最巨大 差18分 跟英超的歷史 差18分是最巨大的 第一至第二位 但是 上半季當然要過一場 就是直接的對碰 其實 萬成對利物浦 在聯賽中有競爭性 直接對碰 只有一場 就是十一年 過一場球 這場是硬飛路的 利物浦主場 但是萬成最終 輸了1比3 這場球其實 萬成 因為這場球 艾達臣就傷了 所以就要出巴和 其實也不跟巴和 大家可以想回 第一球 費蘭丁奈 反擊 軟射射得很漂亮 但是 接著就是 文尼和 沙拉 都能入到頭鎚 對 就是你中路防守的問題 對 真的 這個是 好像你所說 是負上了代價 真的 這場 六分球之後 然後萬成 一直的表現 都不是 沒有常規的 在最高水平 那麼穩定地 可以表現到 接著你還要輸給狼隊 也是 兩敗於狼隊腳下 這個也是一個 關鍵 特別 你對著艾達馬草爾 證明了你 那條後方 更加弱不耕風的 後方 是不夠抽 人家打籃球 你也搞不定嗎 不是 人家打籃球 你找我 阿菲蘭Dino去 打籃球 當然是不行 真的 這一場 很關鍵 在十二月的時候 對狼隊輸 2-3 這場 真的 艾達馬草爾 今季 其中一場 成名戰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這場 所以令到曼城在七月都未到的時候 就已經 對 沒錯 七月都未到的時候 就已經 確認失去英超的衛免冠軍 因為六月二六號輸給車路士 一比二的 令到 利物浦已經可以提前宣布奪冠 對 OK 曼城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 剛才我們提到 當然要說這個冠軍球隊的利物浦 當然 利物浦最巨大的分差 差一點可以挑戰 就是曼城在1718球櫃創下的 100分紀錄 可能是太早 已經提早七輪 就已經宣布奪得英超冠軍 去到季尾那七場 有些球是失分 令到這紀錄逐個逐個破不了 大家就好像很可惜 不過利物浦也要專注於 這次是他們的英超首次冠軍 另外也是第十九個頂級聯賽冠軍 等了三十年的冠軍 嘩 真是人面全非 真是 三十年的 當然你全非 三十年的英超冠軍 利物浦就這樣說 其實季初的收購 只有亞祖安 嚴格來說 一隊的收購只有亞祖安 季和上季 利物浦的分別在哪裏呢 如果人腳來說 其實可以說是差不多沒有 就是亞祖安這個位置 如果主力的骨幹來說 基本上沒有變化 沒錯 但是這個亞祖安 居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收購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場球 可能踢了一段時間 艾利神就相出 嗯 沒錯 之後呢 還要相出一箱 一箱要相出兩個月 是啊 一個多兩個月 所以呢 就要用到亞祖安 在這一個多兩個月 就頂著正選位 是 那他又很幸運 初初出來的時候 都有點騰騰騰騰騰騰 但是打了兩三場之後 慢慢又穩定 最重要呢 利物浦在出場的比賽裡面 是沒有失過分的 是全部 季初的比賽 全勝 全部贏了 是啊 就去到一場 就去到一場 就是艾利神復出那一場 就是因為是作客萬聯 就是首次失分 打和 但是呢 逼和萬聯的那場 沒錯 想不到這一場才來失分 季初的萬聯 我們上一集說過 其實季初的萬聯 那種低處徘徊 低處未算低的狀態和表現 都頗恐怖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萬聯 利物浦在建 每個人的票 全都落在利物浦 是啊 其實今季利物浦 英超打得這麼好 剛才說的收購 阿祖安 真的能幫到手 但是阿祖安 都是一個位置 都是頂一頂 他頂到可以的 但是其他呢 又是沙拉 又是費明路 又是文尼 都是這個三叉擊 但是 在三叉擊裡面 有今季其中一個表現 又是特別好的 今季 就是文尼 對 今季文尼的表現如何呢 因為 如果是單計入球 其實英超 今季是18球 上季甚至22球 更加是 有四球的不足 但是 今季文尼 在前面入球的關鍵程度 以及 他在入球的時間 即是 不是感上天花 他有感上天花 但是 在需要去 打破僵局的時候 文尼就是 哇 在左邊的K角位 一個軟射堂 軟處 大家不會覺得 平時都是文尼 都是快靈活 誰知道原來 禁區外的軟射的射術 軟射堂 軟射堂 都很漂亮 這也是 對 我問你 你在前面 他又夠拼命 又可以跟你有速度 有腳法 又夠勤力 現在連射術 禁區外的射術 也有 其實 上季看他 已經覺得 右邊Sana 左邊他 已經是利物浦 基本上是 賺錢的套路 今季撞正 還要是他 哇 這麼巔峰的狀態 可以說是 也幫到 利物浦不少 一三叉擊 今季最突出的 絕對是他 沒錯 當然季初 一場二比一 贏李斯特成的比賽 也是 他在這個 保時階段 靠他 二比一 贏李斯特成 其實 他有很多場 都是在保時階段 入球的 即是 今季也有很多場 保時階段 也有些 剛才你說 對萬年那場 都是拉伊拉拿 還未到保時 不過是 五八八 七八八 這樣 就算是 禁區 裡面 就靠 落河 本身那場打得很好 但是又突然之間 濕著粉 一口 就被拉伊拉拿拿出 問你 今季的表現 關鍵程度是有改善 令大家覺得 原來 還多一瓣 其實今季的利物浦 前線的人腳 差不多 中場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人腳 但是 中場 我相信 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今季 這群利物浦的中場球員 的表現 比上季更上一層樓 是啊 特別是 Henderson 這個不用說 這個隊長 拿出足球先生 所以 如果你說 是不是都是正常的賽果 因為他今季 真的可以說 很好 即是有進步 即是我們 上季 就算說過 都應該說 Henderson的位置 是很模糊的 很多時間都是 究竟是 防中 還是公中 還是普通中場 做些什麼呢 拼命夠勤力 就不用說 他做的工作是什麼 派牌又不到他 是吧 但是 他好像還差一些 又不夠發奮奴 他應該是哪樣呢 但是 開始 你看到今季很多時候 是 做一個Boss to Boss 之餘 也是 很多時候 在偏右的位置 去做一個 叫做 Masana 那些 Masana 對 沖到國球棋 對 對 你幫助 雅諾 甚至Masana 那些位置 當你一集集 看到三個人都 在這個位置 就算你一直 回來 你都會覺得 不夠 又要說回剛才那場 三比一贏萬成 就是 Henderson 猜不到 右邊角球棋 蓋上來 出球 是你 出球 真的 入球 這就是 今季 Henderson 你之前再進一本 就是 你剛才說 多了價值 多了東西 提供到 我想 應該是 高普 幫他 找到自己的位置 嘩 真的 對 因為之前 你不是說 沒有位置 但問題 角色模糊 特別是 他好像 各個位置 好像沒有張力 周身都 攔截 又不夠 又不是說 特別準 又不夠肯 又不夠準 傳球 又不是說特別獨到 都是駁腳多 你看到那些 都是橫傳 多數的那些 你後上進攻 又不是說 特別銳利 那你有什麼 可以在什麼 看中場中 原來高普 幫他找到最佳的位置 是 他球場上面的表現 都越來越多樣化 越來越靈活 即不只是普通的 box to box 或者工兵 當然 在利物浦 還有其他的 中場中球員 擔當陸業的角色 都是有所進步 而令到對方 是非常好的 另一個當然 都是說 韋娜杜姆 韋娜杜姆 這個球員 大家都知道 他是好球 大家都知道 他的入球能力 只不過 因為以前 紐卡蘇已經證明了 但是在利物浦 大家都已經看了 他三季 都已經熟悉 其實他是一個什麼球員 一個很安分手機的球員 但是今季 當需要他的時候 他有些隊長風範 真的 他會在關鍵的時候 一比零贏 錫菲聯的這場球 靠他的一個軟射 可以打破門局 打破僵局 雖然 因為 有些犯錯 送禮 是的 但是 他是什麼 今季 都是很大的進步 特別一句 他後上進來的時間 是好很多 很多時候都見奇功 拿回他的感覺 以前 柳卡蘇 現在 要我踢馬 或者是下半場 要去攻擊的時候 就放回這種踢馬 要他出入禁區 拿了許可 他沒有問題 是的 他那邊是很大的進步 但是 說到利物浦 大家可以先提一下 先提一下 先提一下 兩隻集 羅伯順和阿諾 這兩隻集 真是侵略性一難 羅伯順今季十二個助攻 阿諾十三個助攻 今季阿諾贏 真是 神經病 真是 他們要鬥 他們要輸 即是連續兩季已經這麼多了 是啊 如果兩個真的要去 雞蛋類 抵骨頭的話 我覺得阿諾今季 提供給利物浦的東西 比上季更大 比羅伯順那邊更多變化 因為今季 阿諾在右邊的 除了出球之外 他在中場 中的轉方向 轉向對面的羅伯順 哇 兩隻腳都可以轉到 是 中場的底子 越來越可以在右閘顯示出來 加上剛才說的出球 還有佛球 佛球也更見進步 當然 散車仔那一球 一定有提 即是 阿諾這個球員 今季是非常非常大進步 而且踢花越來越成熟 另一個好處是 就是他的防守力 比之前更進步 我們經常說 阿諾是一個 攻強於手的球員 他上來 掌握得很厲害 掌握得很厲害 打到翼位 但問題是 他防守經常 又不集中 而且 膝位很容易 很容易被人打到慢眼位 或者波頭波 但今季他的防守意識 是加強了很多 你看到 這方面是下了苦工 以及他 無論他 右邊的中心 和高美斯 也好 或者馬地普 那些 即是他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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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再提到雲迪克 一樣都是高水平 季初的時候 比柳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在想 是不是有點跌跌的 但其實 雲迪克今季整季 整季的水準 比上季 還能保持到 一樣高水平 直接幫助 利物浦 可以在英超 提出這麼多輪流冠軍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雲迪克一定是 一定 防線一定是 今季 特別是中堅 雲迪克另一樣 可以領導這個防戰 絕對是 是啊 所以 誰拍著他都不害怕 對 就算是最後一場 剛剛 做高美斯 漏了油 然後 被雲迪克在後面十幾碼頭 回來 接著就包回你的位置 接著又補回一隻 即是贏柳卡蘇的一場 在那裡 又沒事了 可以是這樣 當然 雲迪克今季 更加是有關鍵的入球 例如 就是 雙鴻會第二回合 返菲路 靠他先開紀錄 其實整場一場 一比零 咬了九十分鐘 先開紀錄的 雲迪克 雲迪克 十多分鐘便會頂入 所以 也在關鍵賽事中有表現 但是 利物浦真的要這樣說 因為 這樣的踢法 這樣的體力的付出 即使比賽中有流放也好 但是 始終 這麼多場球 今季要打柔柔杯賽 細冠杯 要衛免歐聯 又要英超 其實 你想想 利物浦這麼早 取得英超冠軍 其實也跟另一方面有關 就是他 選擇捨棄 那些 本土的杯賽 對嗎 特別是聯賽杯 聯賽杯 首先 一直以來 都是用一群新的去踢 哪怕 那次他要踢這個細冠杯 剛剛撞正 忘記了第幾圈 就是對於維拉 應該是八強的位置 如果撞正 你又 改不了旗 那怎麼辦呢 他就出兩隊了 勝算高普那些 坐飛機 過去 吃碗杯去哪裡 那剩下什麼呢 就找個U23的教練去帶隊 用一群U23的球員 那些什麼 哈菲亞利諾 那個荷蘭中堅 對 那些什麼 憑里斯宗斯 新制 就有機會在那裡踢 最後雖然大敗 在這裏 維拉腳下 其實都是預期之中的 其實一隊U23 不自己看 但是 高普是 他們捨棄了 還是 你就當給一些機會 這是新人的 去到足中盃 都是用一群新人去踢 是的 對 特別 哦 對馬西塞獨棟打比,對愛華頓 照出新人,又贏了愛華頓 對呀,半對新人 半對後備,半對新人 奧力基,奧力自由出 那你拉蘭蘭的當然不是新人 在國內的杯賽裏 如果只是表演,表演很差 但是寫棟這些杯賽也是聰明之選 可以這樣說 你說歐聯出局 我不會說他特別寫棟 其實他也想繼續再進去 歐聯不是想寫棟 只不過剛好對著一隊 你以為他正在打的馬替會 誰知道那一期真的被斯蒙尼的戰術性 你又沒得說 幸好說也好,不幸就好 起碼只剩下一個目標 牙琳搞定他的聯賽 也是一個最重要的 你等了這麼多年的目標 是啊,就是這樣說 講了這麼久,利物浦今季 可能有些球員的表現 或者點評 其實最重要 利物浦想說的事情 是在球場上 他給對手那種壓迫力 以及剛才我們說 他跟萬成比較 那個前場的迫場 他今季 如果真的要講迫場 他今季就比萬成更加有那種壓迫力 給對手 令對手更加難以釋從 還有更加整體 另外就是 綠葉的表現 團體的精神上面 精神面貌 也是表現得比萬成 那些球員更加好 可以這麼說 Hindersen 其實也在這方面有作用 未來道武 老張 還有一個 提留了一個 上季基本上差不多大半季 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雙 雙 今季是可以全面復出的 張柏林 張仔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球員 上季 你很多時候都出不了 今季可以 到季尾才開 長青師復出 今季正式 正式認識你 整季可以讓你踢的時候 令到球隊的兵員 特別你經常說 高普那套球 你不可能每一場 每一場球都用死這十一個 輪換之下 多了人可以用 起碼多一個差很遠 而且最主要是 張仔是有實力的 多一個實力的球員可以輪換 所以今季的利物浦 還要改善那一場 以前對著老鼠拉龜的球隊 沒有擔心 今季也改善了 多犯 中間的廢明路 出來打地球 打穿你也可以 撿你兩隻雜力球 也可以 後上插入 又有 文尼加沙拿 兩個那麼好技術的球員 基本上很多犯 進攻防守 全部都是最頂級的 所以今季的利物浦 真是英超冠軍提早七輪奪得 除了實至名歸之外 更加可以說是風行雷賴 可以這樣說 所以高普 如果拿到最佳領隊 其實都是實至名歸 多貴 如果他教 利物浦應該是15年 15年尾上任 15至16的貴宗上任 如果完全執掌 5年 5年了 其實已經 清一下清一下 其實都 嘩 比起當初的球員 我想他都清得18899 真的 真的只剩Henderson 詹士米雅 那時候是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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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季 就是 那他真的用得好 非常重要的棋子 最佳領隊 實至名歸 今季的利物浦 38 贏32場 禍3場 99分 差一點點 就是萬成的紀錄 是啊 是啊 是 季尾的時候 就叫做 鬆懈了一些 連主場的全盛都補不到 哈哈 真的 哈哈 沒有呢 沒有什麼所謂 那些 下不掩餘 其實 前後 我們20隊都已經說了 Patrick 嗯 今季呢 不如我們說多一些 我們自己比較 個人的看法 好嗎 好啊 不如我們今季就選擇一個 驚喜球員和失望球員 好嗎 嗯 也好啊 不如這樣吧 我們由這個 失望球員 好嗎 失望 失望 都是一致認為的 一致認為 其實就有兩個人選 大家都可以比較一下 誰比較失望 對嗎 嗯 首先呢 失望人選 今季呢 第一號呢 就是我們選了 這個前衛詩涵的守門員 羅不濤 哈哈 他的精彩的地方 就是今季 其實呢 是季初的時候 哈利堅尼 在西甲那裏找回來的守門員 其實我心裡也是想到 發比奧司機的後備 那誰知道 發比奧司機 突然之間 季中傷了一輪 是 就要找羅不濤 買回來的 後備頂上 找他出來之後 就是 算了 那場後備出場 都是出了八場 連哈利堅尼自己也頂不信 都要 連後備 要再貶去後備 要出到第三門將 這個大位 馬田 是 羅不濤的表現 可以說是災難性 我們之前有提過 他也是直接導致 帕利堅尼 就是被 辭退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覺得是 這個球員 是他的失球 應有盡有的 這種類 是啊 其實他出了幾場 但是 基本上 沒有一場球 是能夠零失球 每一場球 只有 一比一和 史丹菲聯 就失了一球 其他全都失了兩球 以上 是很誇張的 一個後備的守門員 其實 他的 信心 和表現 是 在英超裏面 是 完全是 七場球 已經被摧毀 其實我覺得 他這位 最失望球員 我感覺 他的感覺 有點像我們之前說的 經典的一個守門員 就是 曼聯的太鼻 嘩 你又不是沒有反應 你有反應 但為何又慢 為何又差少少 又是 真的 終於有人可以 跟太鼻 相比 是啊 我覺得 尤其是 大家留意一下 輸給 紐卡蘇 2比3 和0比3 輸給搬尼 很精彩 失球 這就是 人選 No.1 人選 No.2 剛剛破了一個紀錄 什麼紀錄 單季輸 十年下最多的紀錄 嘩 這也是 今季 他來到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今季 是活現了一個 炸彈的角色 猜到誰 大衛蕾斯 季初 沒有記憶 應該是 八百萬磅 從 車路士引入 最初 想著 阿仙奴的後防 都應該要改善 踢走細梅 擺一下 雷斯來搭號 頂一下 誰知道 還想著 雷斯 起碼可以 他的長傳 後不猜上來 那些 喂 阿仙奴應該適合 應該 但是 大家似乎 大家忽略了 他作為一個中堅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防守 他不是踢中場 大哥 其實今季 大衛蕾斯 都已經 在英超上陣 其實他是阿仙奴主力 33場球 已經在英超上陣了 但是 我想 如果他要輸的實驗馬 他留的油 甚至是一些 防守的失誤 其實大家都 瞎一下 都已經有很多印象 出來了 是 即使是最近期的 3比2 贏一幅突擊 最後一場球 都要 為何你都要 好像 前點 又好像 摘不到球 為何又被阿惟 擠進來 都要有些事情 被人記住 即是他真的 是要 給予一些假希望 以為可以互副成功 當然 他是 逆後那場 0比3 輸給萬成 那場球 嘩 那場是經典的 後期出場 全餐 犯錯書 12萬 上半場8分鐘 入替了 馬里 帕保路馬里 沒錯 沒錯沒錯 然後 完半場前 就浪了球 給其他人 射入 給其他人射入 然後 出來沒多久 50分鐘 那時候 輸過12馬 還要全餐 拿紅牌 整場球 只踢了42分鐘 就已經 兩個失誤 一個紅牌 對 即是 大衛雷斯今季 也不是沒有 好的表現 是有的 剛才你說的 那些長傳 也都是 有時候的確是為 阿仙奴提供到 另外一種組織 但是 他犯錯的場面 實在 太多了 好的後衛 即是你打得好 即是你打得好 即是後衛你打得好 大家都未必經常記住 但是 你一邊過的話 真的不知為什麼 經常都會 被人 去翻炒又翻炒 你明白嗎 哈哈 所以 我覺得 最失望球員 大衛雷斯 都可以成為其中一個選擇 但是如果你說 兩個我要稱 我真的覺得 羅伯濤失望一點 真的 壞過 真的太離譜了 我覺得羅伯濤 真的 是啊 好吧 說完最失望球員 不如說一些 好的 說一些最驚喜的球員 我們最後今天 表現 令到大家 刮目相看 今天有幾個選擇 我先說大老一點 今季 剛才提過 利物浦的阿諾 阿諾 我覺得 他的表現 今季 令到我 非常驚喜 因為 其實 大部分原因 剛才也提過 最主要是 防守的改善 以及 用球的勢力程度 比上季更見 驚喜 佛球的躁藝也越來越高 甚至我覺得 有時候 接下來高譜 如果在中場中 萬一 那些基達表現失準 這個 詹善米鬧 來了隊 有時候 都可以 不如考慮一下 打落落 退一退 打一打中場 可能效果更好 OK 他本身是中場出身的 是啊 但是英超未打過 英超好像未進入中場 但是他真的 這個集委 我反而會覺得 是什麼呢 接下來 英格蘭國家隊 他又集委 我想應該也是 分分鐘是 他了吧 你想想 機獲家 幾乎 接近是放棄 收夫基 對他 你 茶比喊 雖然馬體會打起 但是 又似乎 又不是收夫基 一杯茶 才會有 那你仍然是誰 要是他 要是雲比沙卡 雲比沙卡 雲比沙卡又沒有助攻我犯的 那就是他 我覺得 其實卡爾獲加 接下來 還進入到英格蘭國家隊 可能都很誠意 因為英格蘭國家隊 很講那個 道德風機 操手 對 對 疫情的時候 爆出這麼多醜聞 你最慘的是什麼 就是短時間 總之 每次收夫基 一打開 又是你 又叫雞 又叫外賣 不是問題 你可否低調一點 對 又不帶口渣 對 限聚令 你又出去 對 我覺得卡爾獲加 都挺難的 還有最近 也有卡爾獲加 在1920球季裡面 好像去年的11月 也試過落選 過英格蘭國家隊 試過 試過 右閘位 其實應該 壓落 因為英格蘭國家隊 右閘位 我相信 挺有優勢 因為特別 他又踢過世界盃 那年 18年的時候 他入選 就算查編 查編 又攻強於手 又是 防守 其實比他更差 可以說 還有年紀 查編 也有三張 有個年輕人 就是他 雖然比沙卡 不是不太防守 但助攻 還有很大的順部空間 既然 你要攻守兼備 硬落 防守方面 也有這麼大進步 我想應該都是他 對 所以 今季最驚喜的 第一 我選了 壓落 最驚喜 想有其他選擇嗎 Patrick 你愛隊 我愛隊 我愛隊 當然是丹尼英斯 丹尼英斯 我為什麼會覺得驚喜呢 因為 有很多球員會覺得 一個 曾經 重傷傷了這麼久的球員 被你放棄了 在大會好像踢不定 去到三藍棟 這些球員會不會還可以 有一種可以踢起來呢 他不知道踢起來這麼簡單 今季還要 拿到射手幫 第二名 差一點點 就可以過得到滑點頭 差一球 真的 如果說丹尼英斯 我自己覺得 今季的表現很好 比起上一季 其實上一季只入了七個球 即是外借過來的這一季 今季入22個球 就有很大的進步 其實他的進步 我覺得是 他原於 真的令我驚喜 驚訝的事情 是他對自己這麼有信心 你明白嗎 有些差的前鋒 或者狀態不好的前鋒 就是萬成的 加比爾捷西斯 那一隻 是 他很猶疑 加比爾捷西斯 是不是很猶疑 拿到一個球 好像我的腳法 弄一腳 去到安全位置 然後找人給 加比爾捷西斯 有很多 他有很多 想做 但問題是 短時間內 是不容許你做這麼多 短時間內 你只是送我球進網 但他又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我明白你作為巴西球員 你是很球 你很腳法 但是 在現金足球社會 這些 主流聯賽 是不需要看你 多好腳法 看這個數據 看這個入球 看這個作用 你這些 你可能踢什麼 你來港超踢 這些就差不多了 這樣會吸引到 我以為 亞洲JNIC 但問題是 主流聯賽 其實就是要你入球 入球數字 後來就是 改變賽果 加比爾捷西斯 心理質素 可能弱一點 很容易 信心問題 是啊 如果 那場球 開球 讓他有兩個球 去處理得不好 那場球 玩完了 是啊 很有趣 丹尼英斯 跟加比爾捷西斯 相反的地方就是 丹尼英斯 不知道為什麼 雙元那麼久 上季又不是打得特別好 但是 他對 他入球的執著 他是很向前的 控制那些 第一腳第二腳 接著就已經轉身 向前面對龍 他就是這個心態 那個鬥志 我覺得是令到他今季 令到我最驚喜的地方 仍然這麼信任自己 真的做到的 不是說 我很猶豫 先回給隊友 接著我再看看 他不是的 我自己可以做多些 我可以做多些 那種 我想他那種 反而就是 就是因為 可能跌過 跌得金 那一下 有些球員可能一跌 就一沉八踩 就是可以沉下去 但問題 他那種 就是 跌金 所謂的 經歷多了 反而就知道 我不可以再 反而 那個心態 再加強了 那個心理質素 這件事 可能就會覺得 有些什麼 再壞些 我都已經遇過 那為什麼 不再去 有些什麼 沒有東西可以輸 那 在我前面 就是 只有我自己 才可以去掌握 我自己的路 所以就去 就是 可能 剛才我們所說的 就是 你可以說 順風順水 一出道 在巴西 叫巴甲的時候 就 新星 然後 就被蠻成體狀 過來了 一直以來 就算 他入球 不是特別多的時候 也是拿了冠軍 拿到首遠 但是 也是 同樣 很多人 看著你 把目光 放在你身上的時候 那個壓力就來了 而且 我不會說 他對自己沒有要求 他可能對自己 反過來要求過高 有時候 就是 過分完美 那些東西 你在這個門口 抹個球進去就可以了 還要是 搓兩搓 那有什麼 是啊 那麼 水準 的穩定 丹尼英斯也是 驚喜 也是很好 保持到這麼高的水準 的穩定度 是啊 除了 駱駱和英斯之外 有沒有一些中游的球隊 可以想想 都是一個前鋒 我覺得這個 我也覺得很驚喜 為什麼 誰啊 卡華利雲 卡華利雲 兩季前 朗勞高文 調他去打 右翼衛 差不多 什麼位都打 好幾乎 現在打中鋒 上季 上季 都是入六個球 經常被我們笑 大球衰 那今季他入了多少球 今季有了十三個球 嘩 一半 一倍又多 是啊 今季的上映機會都多了 還有 作用好像越來越重要 為什麼呢 他也是前鋒的 你想想愛華棟 另外一個前鋒 有一個叫李察李神 跟他配合得越來越合拍 卡華利雲那一套 他一直都知道 波底就一般 但是就夠拼命 但是呢 在愛華棟 這個前面呢 反而現在 譬如打迫搶的時候 哦 他真的差不多第一個 就立即 撥出去 對啦 吹到李神 然後呢 甚至乎 李察李神 今季的表現這麼好 也要某程度上 也要多謝卡華利雲 當然卡華利雲 這麼好也要互相多謝 互相合作 這麼成功 就是因為卡華利雲很多時候 拉開了 先 或者幫你衝散了一段 就是 令李察李神 舒服了很多 你有沒有發覺呢 李察李神 今季有 都不少的入球 除了他 頭脫入球 當然有 但是有不少的入球 是 李察李神 好像 掠的時候 反擊 然後卡華利雲 就在他旁邊的十馬 八馬出現 然後李察李神 一側給他 就變成半單刀 是啊 李察李神 是那種 扔球的時候 吸引到 防守球員 可以牽制到 然後卡華利雲 就在他旁邊 就等那些機會 突然間 就有一個半單刀 就是 你剛才說 誰幫誰 有時候 我會想 是否李察李神 幫卡華利雲 多些 你可以說 互相互相成 這些可以說 是啊 卡華利雲 起碼給我的感覺 衝又可以 撞又可以 特別 最有印象 就是 那時候 對著 鄧坦菲格順 帶了幾場 對 車路士那場 就是 那場 那場 基本上 把他打回 4-4-2 那時候 就是 90年代 愛華頓回來 就是 就是找卡華利雲 做回自己 真的 但是 卡華利雲 以足以 搞定了 車路士的防線 他發現原來 你們夠不耐撞 哈哈 還有 之後 對阿仙奴 雖然最後 也輸了 但是 上半場 起碼 整場 不止上半場 他也是 搞到阿仙奴 基本上 對著他很煩 這些球員 他不是很煩 但是 會令他很煩 後來 不是很喜歡他 這個 英格蘭國家隊 可以嗎 你覺得 水準 如果是 我覺得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現在國家隊 現在的前鋒 多數 都 就是 哈利簡尼 史達寧 福仔 還有什麼球員 都 丹尼英宵 但是 你沒有那種 全部都是 偏向 地面 技術型 丹尼英宵 射手型 但是 你想找個 開山砧石 似乎 真的沒有什麼 你沒理由再加卡路爾 現在 所以 反而 當打的 年輕一點 卡華利 可以想想想 是啊 今季 除了十三個球 和 李策利神 成為 阿里華頓的 共同神射手之外 而且 他居然是 王牌 在奧華頓 拿得最多 九張王牌 哇 真是用來衝鋒陷陣 真是一流 有些 遲些 再加些辣味 可能有些 像以前的 阿仙奴 溫布頓 韋斯林的 嚇神 不是啊 還不是鄧肯肺格順 這班人 對 我教你 怎樣去頂球槌 就是先開競 但是 沒有給球證 你開了競 你比你什麼 又要跟你鬥得偉 省很多力 哈哈哈 我是卡華利雲的 走向 居然是鄧肯肺格順的徒弟 夏季 真的要看一看 OK的 你現在市面上 你少這類型 特別是鷹超 是不是 你想想 就算 就算 你們說 那些是打一些傳統 高Q大棍 那些什麼 基斯活特 都是什麼 都是 尼斯林 是 是 那你積羅迪股司也過30 是 積羅迪股司也過30 那你年輕人有誰 積羅迪股司不是撼的 積羅迪股司是技術型射手 你不可以這樣 把他和膽肺格順比較 怎麼搞錯 你在搬尼 你不要跟我說有技術型 哈哈哈哈 最後的功能 都是這樣的 都是掉進去禁區 你自己的 就是 那你說 如果你是年輕人 還有誰 是 是 卡華尼雲 其實 說是說潛質優厚 我們看了他很久 可能給了很多機會 他今季的表現 入到13球 是令到我們很有驚喜 接下來的季 我們看 已經可以預視到 他怎麼轉型 哈哈 而且最主要就是 肥安來到 都還用他 是 沒有因為新教練來到 有新技術 就沒有了他 不是啊 都繼續用他 嗯 沒錯 好了 三個 阿洛 英斯卡華尼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其他選擇 這全部都是英格蘭的 是啊 全都是英格蘭的 是嗎 英格蘭有希望 哈哈 但不是啊 英格蘭全部都是 本土英格蘭的 沒有理由沒有外援的 你有想到一些 如果有些球迷 各位有想到一些 不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知道 是啊 節目尾聲 要先開估 我們開頭的時候 說阿萬成 可能可以改善到 就是因為他即將簽入 尼敦大基 接近了 對 接近了 他真的勉強可以中堅 左閘 防中也能打 不過最好還是中堅 你覺得他會不會打中堅 我很懷疑 我覺得那個樓會把他打左閘 哦 就是最後又縮回來中間 就是另一個喵喇叭 但是他打左閘 他沒有中堅那麼嚴重 可能我們看到潘尼茅夫 不是的 潘尼茅夫 他不找他打中堅 打什麼位子啊 中堅那個房子 是啊 真的 接下來留意一下 這個 哥力奧樓會怎樣用 是啊 真是 被曼成搶了 曼元又沒有一個了 哎呀 是啊 你們還要找到 蓮達路夫 如果是他 如果是他 真的一流 是啊 我們分析過 他比蓮達路夫 他很一流啊 尼敦艾基和蓮達路夫 尼敦艾基應該是高一個級數的 我們分析 當然啦 起碼犯錯 也不會這麼誇張 而且尼敦艾基不需要擔心 那個什麼 打氣 社會轉大會 很有心理壓力的 不用 因為尼敦艾基本身是一間大會出來的 沒錯 從大會出來 然後去了社會 現在再回大會 是啊 就是 有那種浪子回頭 金不換的感覺 那種感覺 或者那些叫什麼 伊錦環鄉 那些 還了另一個鄉 但現在去到晚了 沒錯 不是啊 就是伊錦環鄉到以後 坐車仔的時候 走都走得多高 走得多一點 入球之後 哎 哎 不好意思 那些 大大嘴蓋 有個嘴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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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 那些 好啦 今集節目也差不多 回顧了 全力爭標組 還有我們選了一些 最失望和最驚喜的球員 來到這裡節目也差不多 好像歐聯也快要開 沒錯 8月的時候 就會開 歐聯歐霸 也是 說一些 因為我們上一集 有球在下面 可不可以說一些 英冠附加賽 星班附加賽 最新賽果就是 奔福特 首先入了他的決賽 是 另一邊 首回合 奔福特 就作客史文斯 輸0比1 次回合 就回到主場 贏了3比1 總共是3比2 晉級 好 好 對 奔福特 這次回合 這次回合 也是特別容易 為什麼呢 在他們的最後一場 在他們這個主場上作賽 因為這個 有116年歷史的主場 即是今季之後 他們就會搬到新的主場 嘩 為英超準備 這樣 隔分公園 原來叫做 OK 你想想 他那學真的很小 他是那些 舊式英式球場 龍門兩邊 龍門後面 是棋位 不太多英超 不可以的 是啊 所以 這隊球員 我覺得他是有心 就算不是今年星 他想鋪排 也是想繼續 什麼 想上的 就是 他這麼巧 只不過今年是這麼接近 但是 他是鋪排上的 你想想 起身球場 跟單超那間球會 什麼 米迪蘭特 米迪蘭特 米迪查蘭特 是的 那隊球去合作 所以 那麼多丹麥球員 又找回丹麥教練 那隊 雖然說今年 又賣了 木比 但是 那隊球員 有一個 BMW的 進攻組合 B就是 賓拿馬 有時候聽過 就是 阿爾什里亞國腳 M就是 麥寶摩 就是法國的前鋒 W就是 屈堅斯 也是英雅人前鋒 BMW 整季 每人 至少入了16球以上 嘩 這麼瘋狂 對呀 玩三叉擊 對呀 他們的 拆球上去 都不錯 他們不是傳統英式踢法 嘩 所以 這隊球 我希望他上來 可能會有另一隊 搬聯馬虎 是嗎 這個賓拿馬 已經很出名 已經聽過他的大名 另外兩個 真的沒有聽過 真的要留意一下 我覺得 如果你說 他上到英式的賓拿馬 是未必會走 就一 怎樣都上來 會跟著 如果不能上去 可能在奔南馬 就是這樣 就會賣 是 我想看這隊 因為 英超有些新面向 隔離 因為另一邊 就是 卡迪勿 和富咸 首回合 卡迪勿主場 有輸零比喻 基本上富咸 就可以 哇 陳先生也拼了很多年 哈哈 又有利 陳先生不要 我看到還有 Storm More 你相信不要 陳先生下跪 是啊 還有那些什麼 凱烈特 那些 真的 那些 都是上季那些 這樣的陣容 沒有了西班牙的借賬 什麼 卡馬拉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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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對富咸 今晚主場 對卡迪勿 基本上 就是 你說富咸 只是一個 米組域 還在 這個 這個 我發現 他沒有什麼常進心 就是 當年 九卡數 他也跟著 現在富咸 富咸 富咸 他又跟著 做山寨王 他很重要的 分分鐘 他可以 一季拿 十張 王牌的前鋒 來的 對 是啊 他也是 癲癲的 那些 下季也未必看到 陳致遠 真的 那這個 英冠的富咸 富咸 就在下個星期二日 八月四日 決賽 看來很大機會 奔福特和富咸 看來 第三個席位 之前 列斯和西布朗 看一看西布朗的陣容 想不到那些巴黎還在 巴黎還在 不知道會不會繼續劇 不知道 我就知道他們的隊長 因為那時候看了很久 西布朗的什麼 什麼布隆特 佛球很厲害 左腳很厲害 對 那時候約滿 最後一季就在 離隊 但又還未退休 但不知道去哪裡 這個 三十多歲 第三隊 下個星期就會知道 賓福特 還是富咸 還是陳致遠 又要看到 涉著 那條褲子 那條褲子優到上去 肚臣以上 這樣 OK 那好吧 到時候我們也會和大家更新 接下來的英超球隊 可能遲些也會出一些節目 做一些循例 強制性 好像要有三十天的休息期 暫定 9月20日 下季 不是 9月12日 9月12日 對不起 9月12日就會再開 下季的英超 沒錯 所以遲些 我們就會和大家更新 但是 預期可能今個夏天 即這段時間 轉會槍 就未必會這麼熱鬧 嗯 因為經濟氣候的環境 不太好 對 我們也會和大家跟進 接下來的英超球隊 實力 以及轉會操作 對嗎 對 好吧 多謝你們在這裡 記得上來球迷直播室的 Facebook專頁 讚好我們專頁 加入我們群組 以及Youtube下面按個讚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你支持 下支節目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